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达发表了关于使用聊天机器人的新研究。 该机器人可以在设计半导体的过程中产生类似人类的反应。 现代晶片是由数百亿个电晶体构建的电路。 更清楚如何将它们排列在一块锡片上,是技术行业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需要数千名工程师长达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辉达的晶片是业内最复杂的晶片之一,并且已成为ChatTPT等技术的支持核心。 辉达的研究采用了大语言模型LLM,聊天机器人背后的技术, 并利用其晶片设计资料中30年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增强。 首批应用之一是利用公司悠久的历史来回答问题。 回答首席科学家Bill Daly表示,事实证明, 他们的许多高级设计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回答初级设计师的问题。 所以,协议是初级设计师询问摇天机器人。 这可以为高级设计师节省大量时间。 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通过专门添加来自公司经验的大量特定数据, 相对适度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变得比高级聊天机器人更准确。 回答表示,这可以帮助控制系统成本。 该公司展示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用人工智慧,AI生成原始码。 Bill Daly表示,工程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晶片中无法工作的部分, 并使用测试工具找出原因。 为了进行该测试,人工智慧系统可以快速编写一段成为脚本的原始码来操作该工具。 不过,他解释说,其目标不是实现流程自动化或取代人员, 而是利用他们现有的人员,并赋予他们超能力,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三星电子10月底公布了超出预期的第三季度利润,并预测明年半导体市场将复苏。 三星公布的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0%至5.5兆韩元和41亿美元,超出了分析师预估的2.52兆韩元。 且该季度比第二季度下滑86%有所改善。 此外,该公司的行动面板业务也出现了显著增长,原因可能包括苹果新发表了iPhone15系列。 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是三星级SK海力士记忆体晶片最重要的市场, 受终端需求下滑打击,记忆体晶片价格暴跌, 大多数晶片制造商撤回了对记忆体晶片新产能的投资。 投资者迫切希望看到复苏的迹象。 三星预计,第四季度记忆体晶片价格将较本季度上涨。 三星表示,随着人工智慧应用的发展, 此类组件的整体需求将会上升, 个人电脑和行动装置的需求也可能会受益于明年一些产品更换周期的到来。 另外,近期一件事值得三星机动, 日本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 正在以一项突破性的3D NAND快闪通道时刻新技术追赶美国竞争对手范林集团。 这项技术最终可能为该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 范林集团以100%的市场份额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当东京电子在今年6月宣布新技术时, 该公司似乎没有受到威胁。 范林集团执行长Tim Archer在回答东京电子技术突破影响时表示, 考虑到他们所处的位置和起点, 他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一领域保持领导地位和市场份额。 据悉,东京电子新技术是针对3D NAND快闪开发的, 它可以长时间存储数据。 该公司开发了一种时刻通道孔的新方法, 涉及在存储单元中快速深入地插入垂直孔。 3D NAND的存储容量可以通过垂直堆叠存储单元层来增加, 随着层数的增加需要更高效能的设备。 东京电子表示, 它们的新技术可以时刻深度相当于400多层的洞, 速度是传统技术的2.5倍。 同时,这一方法还可以显著减少该过程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东京电子预计, NAND通道工艺市场将从2023年的5亿美元扩大到2027年的20亿美元。 如果范林集团无法生产出能够与东京电子的突破相抗衡的产品, 两家公司目前的市场份额可能会逆转。 这将对东京电子的利润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在截至2023年3月的财年中, 新时刻设备的总销售额约低于5800亿日元和39亿美元, 约占合并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 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的分析师, Tetsuya-Wadaki也同样看好东京电子新时刻设备前景。 他表示, 2023年, 时刻设备市场规模超过200亿美元, 范林集团控制了大约一半的市场, 东京电子以约25%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随着新技术的到位, 东京电子准备在未来几年内超过范林集团在所有时刻系统中的份额。 具体市场方面, 分析师表示, 手机和个人电脑制造商正在努力应对疲软的消费者需求, 已逐渐将晶片库存减少到足以恢复采购的水平。 这标志着从去年开始的行业低迷已经结束。 此外, 三星在HBM高频宽记忆体领域追赶SK海力士, 后者是汇达下一代Dram的唯一供应商。 三星表示, 计划到2024年, 将其HBM产能提高一倍, 该记忆体具有加速人工智慧训练所需的容量。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三星代工厂已获得制造谷歌新款智慧型手机BP应用处理器Tensor G4的订单, 该晶片将用于明年发表的Pixel 9系列手机。 此前有消息称, 谷歌将与台积电合作生产其定制Tensor G4晶片。 最新报道表示, 由于与台积电在生产时间和数量上没有协调成功, 该公司不得不再次与三星电子联手。 据悉, Tensor G4将是一款在Tensor G3的基础上改进了CPU中央处理器的型号。 内部开发的项目名称为Zuma Pro, 取自G3的Zuma。 这款新晶片将采用三星SF4P第三代4nm工艺制造, 而G3是使用第二代工艺SF4制造。 与此同时, 三星即将推出的Exynos 2400处产入, 也将采用SF4P工艺。 该处理器将用于部分Galaxy S24和Galaxy S24架设备。 三星电子最近因其第三代4nm工艺和下一代3nm工艺, 成功吸引了大客户。 近日, 设计公司AD Technology宣布, 与海外客户签署了基于三星代工3nm工艺的半导体设计合同。 据了解, 该客户是一家美国HPC高效能运算晶片公司。 三星电子目前正在量产基于GAA的第一代3nm工艺, 业界预计量率稳定在60%以上。 第二代工艺的开发也在进行中, 计划于2024年实现量产。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 今年9月发表的数据, 台积电今年第二季度以56.5%的市场份额保持代工行业第一。 但相比一季度的60.2%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排名第二的三星电子代工部门同期的市场份额从9.9%增至11.7%。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